Hello 各位 看不見我身後有什麼不同了? 不是這個掃地機械人 不是蜂場 不是燈 不是電視蓋 竟然是電視本人 可喜可可 沒錯 今次就準備和大家在這條影片開箱 我身後的電視 其實已經開箱完了 不過我未開過它 先講一下基本的資訊 今次開箱的這部電視 就是來自Samsung的UOQLED 4K電視 它的型號就是QN90B 我今次開箱的這個 就是一個43吋的螢幕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大一點的 Size 50吋 但今天我就開一個 比較多人家可以容納到的尺寸 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一些 怪怪的感覺 覺得好像我會開箱電視的 平時不是通常都開箱關於遊戲的東西嗎? 難道我拍完room tour之後 就進身為這個家居型KOL 並不是 其實這部電視 除了當然是有最基本的功能 你有得看電視 有得開箱看我 有得看Netflix DC Plus 這些基本的東西 當然一定有 但同時間 它也有新增了其他額外的功能 例如是 GameBar等等 那這個GameBar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到 在遊戲裡面的實時數據 那因為這個螢幕 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可以支援到這個4K 144Hz 所以各位在打機的時候 除了你可以打機之外 你也可以用它那個GameBar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看到遊戲裡面的實時數據 而同時間我覺得 第一件東西是超級之癡 你一般電腦網應該沒有這個功能 就是 超闊遊戲視野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可以把你的畫面比例 按照你不同的遊戲 調整成為21比9 又或者是32比9都可以的 而且它還可以在擴闊你的視野的同時 將部分的畫面放大 而且它還有新加入的MiniMap Zoom功能 那玩家就算是32比9這個 這麼闊的範圍下 你也可以善用你螢幕上面的空間 那就可以放大到遊戲當中的指令位置了 那當然它的賣點不止得那麼少 但是事不宜遲 我們立刻來一個開機儀式吧 我想說我真的超級之大香 因為剛才我就終於完成了這個開機儀式 然後因為我選了用智能電話 去進行這個登入的儀式 然後我發覺 它有所有東西都可以在電話裡面教的 我的天啊 我是說真的好像前世面的電視音那些肉酸 它的音量大小我都在電視裡面教的 然後你可以在電話裡面開App 就是可能開Netflix 開YouTube 甚至我可以在電話裡面開PS4也可以 試試試是不是真的可以 開YouTube來看看好不好 Oh my god What was that? 那個真的意味著呢 那就是全家人都可以轉台 和我剛剛才留意到的一件事 它這個電視螢幕是可以好像手機那樣 它可以幫你自動調光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這些功能是不是很普及的呢 OK 然後重點呢 其實都是要打機的嘛 所以現在呢我已經駁好了一部PS4的啦 是隨時拿得的啦 噔噔 然後我現在就在開設定這個位置 因為我就想看看它有沒有一些類似遊戲的模式之類 然後我剛剛才一開就發覺原來呢 它已經是一開PS4那一刻了 它自動幫你轉了去一個遊戲的圖像模式那裡 簡單的來說是其實這部電視你基本上是 就是除了一開始你開機儀式 兩燈儀式那一刻要設定之外呢 其實你其他時候只要你是播PS4啦 或者是Xbox啦 我想它就會自動呢 幫你去轉成全部是遊戲模式的啦 今天剛剛跟大家提到這個GameBar的部分呢 其實大家呢 只要是長按住這個remote上面的一個暫停的按鈕呢 它就會自動出了一個GameBar出來 那就可以告訴你到底你現在是多少FPS啦 還有可能你的圖像模式是怎樣啦 你的螢幕的比例是怎樣啦 甚至可以在這裡教不同的遊戲設定 例如是要不要環繞音效 就是假設你是打槍遊戲的話 你未必想要環繞音效嘛 那在這裡其實都可以認識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叫做Motion Plus的設定 那在這個設定裡面呢 就可以消減一些模糊的效果 或者是瘋動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有時候可能沒有3D運的話呢 那你可以考慮過來這個Motion Plus那裡搞一搞它 好啦 剛好先就用PS4跟大家去試玩完啦 但其實這個螢幕呢 除了可以搏主機之外 搏電腦呢 都一樣是厲害的 首先呢 它有4個HDMI Port啦 那你可以隨時轉主機 又或者是轉電腦都可以 那現在呢 我們當然要馬上試一試去電腦其他不同的遊戲啦 因為我都知道呢 其實有不少觀眾是喜歡一些賽車 甚至是一些飛行模擬器類的遊戲的 那在這個螢幕上玩啦 除了你可以享受到4K144Hz的體驗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它那個2-9的超闊螢幕比例去玩啦 除此之外 當然不少的就是mini-map zoom功能啦 那大家呢 在打機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要開這個功能啦 還有呢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試過 你一邊跟人打機 然後一邊聊天嘛 那這部電視呢 有一個超級接近的功能啦 就是multi-fill啦 那multi-fill呢 其實可能大家都聽得懂啦 那就是當你呢 現在弄一按遙控上面 一粒仔 然後呢 它是有得給你同時去看youtube 之餘還可以同時去打機啦 因為剛剛有說過啦 大家是可以教個螢幕的比例的嘛 你是有得呢 可以真的一邊在旁邊打機啦 就是當然你不要帶太重的遊戲 但是我假設如果你是打一些輕鬆的遊戲 又或者不要說是打機啦 你可能這邊可能是跟人在看比賽的 我假設看球 3點看球好啊 另外一邊呢 你就可以一邊跟朋友在聊天呢 都可以在同一部電視上進行啦 好啦 那今天這條開箱呢 就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那有這麼多位 對這個電視有興趣的話呢 不妨可以到info box裡面 我會放link在這裡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按進去看看 那這次這條影片也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